不做 白小纯没有任何迟疑 立刻传音一口回绝 他甚至还在心底翻了个白眼 在白小纯的心中 什么大买卖 也比不过自己的小命重要 尤其是如今外面大乱 三大家族都在寻找巨鬼王本尊 对于三大家族而言 此刻正是其疯狂的时候 而显然这也是白小纯最危急的时刻 白家族长必定会趁此乱 顺手过来灭了自己这种时刻 白小纯没有丝毫心情 去做什么大买卖 更不用说 从小乌龟口中说出的话 以及小乌龟这些年的一次次招惹来的麻烦 让白小纯直接就不理会 拉着队长 生怕走得慢了 直奔牢狱大门而去 眼下魔牢内也是人心惶惶 狱卒如此 那些犯人也是这样 一行狱卒 速度极快 眼看就要到了牢狱大门 哎 你别这样 真的是大买卖 千载难逢啊 归也我都筹划很久了 就在就差临门一脚 白小子你别走啊 小乌龟着急了 直接从白小纯储物袋内飞出 落在了白小纯的肩膀上 瞪着眼睛急到 白小纯看都不看小乌龟一眼 呼啸远去 这一次 小乌龟是彻底着急了 他回头看了看身后 狠狠一咬牙 向着白小纯急速传音 白小子 我知道巨鬼王本尊的下落 小乌龟也是拼了 他原本打算是用这个消息 与白小纯换一个好处 可却没想到 白小纯这里油烟不尽的样子 对自己丝毫不理会 于是连忙说出实话 在他看来 这句话一说 白小纯必定会震撼之下追问自己 事实上 白小纯的反应 前部分与小乌龟所想的差不多 在听到这句话后 白小纯全身一震 双眼猛地睁大 立刻就看向小乌龟 什么 白小纯呼吸微微急促 这消息太突然了 外面三大家族疯狂寻找的巨鬼王本尊 可小乌龟居然知道其下落 但震惊归震惊 白小纯眨眼间 脚步没有半点停顿 依旧向着牢狱大门而去 你知道就知道 和我没关系 我告诉你小乌龟 现在老子的小命 才是最重要的 白小纯内心坚定 他可不想参与到巨鬼王与三大家族之间的事情里 那对他来说 实在是太危险了 别啊 白小子你听我说 该死的 你跑得慢点 罢了罢了 白小纯你听好了 之前在你隔壁的那个脸上 有红色胎基的老头 他就是巨鬼王本尊 白小纯听到这里 内心狂震 脑海瞬间如有天雷轰鸣而过 整个人连续倒吸几口气 眼睛睁得老大 一脸不可思议 更有无法置信 他他是巨鬼王 白小纯气息凝住 小乌龟的话语 让他心神被强烈的撼动 脑海里不由的就浮现出 那脸上有红色胎基的老者的身影 而且 龟爷我已经看出 那巨鬼王现在 是衰变气 可以说是他这一生最虚弱的时候 这必定是 我们打劫半神强者 万年一见的绝世良机啊 白小子 你想想那可是半神强者啊 更是巨鬼王啊 这么一个半神王爷 他的宝藏得多少啊 一旦我们打劫了他 我们就发达了啊 这种机会 天啊 我这一辈子都遇不到几次 你你你你居然要放弃 小乌龟气急败坏 向着白小纯传音大吼 他已经焦急得不得了 此刻也顾不得隐藏什么 全部吼出 他就是巨鬼王 白小子 我们去打劫他 打劫他 打劫他 小乌龟眼看白小纯似乎感兴趣了 顿时狂喜 赶紧蛊惑到 这怎么可能 白小纯身形猛地顿住 心脏不由自主地加速跳动 小乌龟的话语 实在是太让他震撼了 队长等人一愣 纷纷看向白小纯 立刻就看到此刻的白小纯 先是一副亥然的神情 随后神色却阴晴不定起来 白浩 怎么不走了 我们快走啊 队长焦急开口 等我一下 白小纯也纠结起来 立刻与小乌龟传音 你确定 我当然确定 这小家伙 龟爷我从上次看到他出行后 就盯着了 不然你以为我为啥当日 会苏醒 我当日一看到这具鬼王 便看出了端倪 就等他衰变期呢 哈哈 现在终于让龟爷我等到了 他现在最多也就是结单 别怕 不过这小家伙真狡猾 其本尊居然躲在这里 估计外面的人打破头都想不到 他居然是个犯人 可惜啊 他倒霉 遇到了龟爷我 小乌龟精神抖擞 得意无比 像这白小纯老气横丘的传音 一副自己非常厉害的样子 白小纯一时默然 他想起了当日小乌龟苏醒时 说过的一句话 似乎是说 他闻到了宝物的气息 这小乌龟白小纯心脏跳动得越发快了 双眼渐渐发光 一想到自己居然找到了巨鬼王的本尊 且这个巨鬼王眼下 是其最虚弱的时候 若真的如小乌龟所说 自己趁机而去 将这巨鬼王打劫了那么好处之大 无法形容啊 甚至有这么一张底牌在 他都可以想出一些办法 与三大家族纠缠一番 只不过单纯打劫的话简单 可若是想借助其身份做点文章的话 这里面的危险也会极大 这巨鬼王是半神啊 这样的老家伙 他就算躲在这里了 也一定有杀手锏 有其万全的准备 白小纯怦然心动之余 没有失去理智 迟一道 放心 他的杀手锏 就是魔佬所在的 这石龟内的无形阵法 此阵外人看不出端倪 可一旦开启 威力极大 虽不如半神 可其防护的程度之强 天人想要轰进来 短时间根本就做不到 不过 这句鬼王倒霉 遇到了龟爷王 别的阵我不敢说 可这龟阵虽强 龟爷我尽管无法操控 但让其失效那么一会 还是能做到的 我刚刚已经关了阵法 就等这小家伙衰变呢 快快 我们现在去打劫他 一定成功 他是半神 身上宝物一定很多 小乌龟嗷嗷大叫 双眼露出强烈的光芒 似乎激动无比 身体都颤抖起来 有天人魂吗 白小纯眼珠子有些红了 半神王爷唾手可得 到了这时候 以他的性格 都有些要疯狂了 当然有了 天人魂在你眼里珍贵 可在这半神眼里 还是能轻松拿出的 快点 我们先把这半神 生情带走 离开石龟 否则这阵法我 压制不了太久 一旦结束 这半神若还在石龟内 他操控之下 我们就危险了 小乌龟 在白小纯耳畔尖叫起来 白小纯缓缓吸了一口气 此刻他身边队长等人 也都焦急 纷纷看向白小纯 白小纯狠狠一咬牙 猛地抬头 望着队长 队长 你们先走 给我牢房的钥匙 这段时间 此地有一个家伙 我看他很不顺眼 临走前 我要去收拾他 白小纯抱拳 深深一败 若是换了其他时候 此事根本不可能 但眼下人心惶惶 队长这里迟疑之后 深深地看了白小纯一眼 白昊兄弟 你好自为之 我们先走了队长轻叹的口气 他自然看出 白小纯这里有秘密 可他不想理会了 就算白小纯把那个犯人弄死了 眼下也都无人问津 此刻 扔给白小纯一面令牌 不再停留 与四周遇足 急速离去 直奔牢狱大门 白小纯拿着开启牢房的令牌 调整气息定了定神 他内心忐忑紧张 这一次 只要出现了一丝纰漏 他知道自己麻烦就大了 此刻打定主意 咬牙向着那脸上 有胎记的牢者 所在牢房急迟而去时 他暗中传音小乌龟 再三确定 那老家伙的确是结单后 这才豁出去了 加速前行 可眼看就快到时 白小纯还是不放心 趁着小乌龟没注意 白小纯眼珠一转 低声开口 不行 此事太冒险 那可是半神啊 要是你判断失误 你没事 可以随时逃走 可我的小命就没了 小乌龟 你出来 到我手里来 我抓着你 这样有危险 咱俩一起来扛 打劫半神 你要让我看到诚意 小乌龟心急宝物 听到白小纯的话语后 眼看前方那具 鬼王本尊所在的牢房 已经不远了 他没有多想 身体瞬间一晃 直接从储物袋内飞出 落在了白小纯的手中 被白小纯一把就抓住 快点快点 救你是多 奶奶的 这种打劫半神的好事 龟爷我就不明白了 你有什么好犹豫的 富贵险中求 你不冒险 怎么能有收获 小乌龟训斥中 不断地催促 我也是没经验啊 龟爷你多多担待 我年龄小 您老人家别介意啊 白小纯黑的一声 好言好语的同时 直奔巨鬼王本尊 所在的牢房而去 小乌龟还是首次听到 白小纯这么顺着自己说话 顿时心中舒坦 得意起来 琢磨着 自己有必要 以后多多训导着白小纯 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英明神武 就在小乌龟 这里得意时 白小纯以飞速临近 巨鬼王所在牢房 刚一靠近 其内那脸上 有着红色胎记的老者 缓缓抬起头 目中有冷冽之芒 全身上下在这一刻 似有一股辟腻之意 冷冷地看着白小纯 那目光 仿佛是俯视蝼蚁一样 可还没等着老者 开口说些什么 白小纯没有半点迟疑 猛地一挥手中令牌 瞬间就将 这骷髅牢房的大门打开 在打开的瞬间 不等小乌龟反应过来 白小纯大吼一声 老家伙 吃我暗切 吼出的同时 白小纯手臂如闪电一般 将那还沉浸在得意中的小乌龟 猛地一把扔进牢房内 直奔老者面门砸去 这一切干脆利落 迅猛无比 在扔出后 白小纯更是立刻就将 这牢房的大门 砰的一声关闭 身体则是眨眼间 急速后退 速度之快 都化作了残影 眼睛则是 宁神盯着牢房内的一切 甚至他都做好了 一旦不妙 马上完命 也要逃走的准备 小乌龟 这你可别怪我呀 你不死不灭 我不是啊 白小纯内心 自我开解了下 没有丝毫脸红 白小纯 你捏捏 小乌龟顿时就傻眼了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那白小纯居然如此阴险 竟将自己扔了进来 哎呀 白小纯 你太无耻了 卑鄙 无耻 小乌龟内心暴怒 可却没有办法 此刻怒吼中 直奔巨鬼王而去 放肆 巨鬼王本尊咒起眉头 低吼一声 右手抬起在身前猛的一挥 轰的一声 小乌龟撞在了巨鬼王身上 被阻挡在了半丈外 仿佛那里有一层隔膜 使得小乌龟身体顿了下来 可他内心的气 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随着巨鬼王的呵斥 更大了 巨鬼王 你以为躲在这里 就没人知道了吗 你能骗得了所有人 可却骗不了你家龟爷 赶紧把你的宝贝 给你家龟爷交出来 否则的话 龟爷我拍死你 小乌龟大吼 身体猛的一冲 轰的一声 直接就将巨鬼王身前半丈外的无形臂障 刹那撞得四分五裂 他的身体呼啸而去 眼看就要撞向巨鬼王 你是谁 巨鬼王听到小乌龟的话语后 面色顿时前所未有的变化起来 不负冷力 甚至目中都露出不可思议 他的确是巨鬼王 这犯人的身份 是他在二百年前布置 又有石龟阵法 他自认为万无一失 可眼下 分身刚散 本尊这里 竟被人一口道破 这对他的震动实在太大 但很快 他就杀意轰然爆发 在小乌龟来临的刹那 他又手猛地抬起 向着小乌龟一指 震气 换面 几乎在巨鬼王开口的瞬间 魔佬所在的石龟 突然震动了一下 随着震动 似有一股无法形容的气势 仿佛要从沉睡中苏醒 似乎随着巨鬼王的手指 就要凝聚成一道 灭绝一切的神通之法 这一幕 让白小春内心颤抖 可就在这时 小乌龟那里眼睛瞪大 脖子伸出老长 大吼一声 不灭 这话语一出 四周顿起轰鸣 与此同时 那刚刚凝聚而来的灭绝之意 如被压制 竟瞬间消失无影 这一幕 让巨鬼王不禁眼睛鼓起 其内满是匪夷所思的亥然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那小乌龟速度又太快 轰的一声 这小乌龟 直接就撞在了巨鬼王的胸口 巨鬼王闷哼一声 面色立刻苍白 身体亮腔的后退几步 抬头时 他心中的惊目 已然滔天 不可能 这不可能 给我灭 巨鬼王内心颤抖 他右手抬起 再次一指小乌龟 可这实规阵法 却没有任何反应 这一切 立刻就让巨鬼王面色 瞬间一片惨白 他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 他已经记不得 有多久岁月没这样紧张了 一股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立刻就笼罩全身 眼前这一切 给他的感觉 比三大家族叛变 还要严重 还要让他震撼 面你奶奶个腿 小乌龟伸长脖子 哈哈大笑 再次轰击而去 此刻在这牢笼外 白小纯目不转睛地 看着这一切 双眼露出强烈的光芒 更是仰天大笑起来 他知道 此人的确是巨鬼王 现在也的确是结单修为 阵法更是失效 如同失去了 爪牙的病老虎 这就让白小纯彻底放心了 此刻大笑中 他直奔牢房而去 刹那就踏入进去 堂堂巨鬼王 居然装扮成一个犯人 躲在这里巨鬼王 我鄙视你 白小纯激动中 得意地抬起下巴 一副天大地大 我最大的姿态 袖子一甩 傲然无比 我白浩坛指尖 巨鬼王也要灰飞烟面 哈哈 白小纯大笑中 巨鬼王的气息有些波动 他内心焦急 可目中却露出阴冷 他毕竟是半神王爷 哪怕到了现在 也依旧有其威严 白浩他正要开口 可还没等他话语说出 白小纯一步走去 右手默然抬起 袖子一甩 啪的一声 直接就拍在了 这巨鬼王的头上 瞬间就将巨鬼王 修为封印 一旁的小乌龟 此刻更是嗷嗷大叫 打劫他 打劫他 巨鬼王闻炎气的身体 有些颤抖 猛地抬头 死死地盯着白小纯 眼中露出强烈的杀意 可这杀意刚起 白小纯就一步走来 直接就在巨鬼王身上 翻了起来 几下就从巨鬼王身上 摸出了一枚储物戒指 更是在他全身上下 不断搜寻 可却什么都没找到 就一个储物戒指 白小纯顿时不满 而巨鬼王这里 何曾遭遇过如此羞辱 此刻心中的怒火 已经无法去用言语来形容了 在这之前 白小纯在他眼中 只不过是一个 微不足道的小棋子而已 是他为了让那场游戏 更好玩一些 所以随意布置的 想杀就杀 随意捏扁搓圆 命运在他一念之间 可他做梦也都无法想到 这颗小棋子 如今竟成为了 左右自己生死的命运大手 这种反差 这种危机 巨鬼王岂能甘心 他是半神 他计划了一切 本以为天衣无缝 可如今进落到如此地步 换了其他人 怕是早就疯狂 可他毕竟是巨鬼王 此刻狠狠咬牙 竟让自己 从那暴怒中平静下来 可就在他冷静下来的瞬间 小乌龟嗷嗷叫了一声 找宝贝这种事 白小子你不行 说着 小乌龟直奔巨鬼王 刹那就在他身上来回穿梭 随着穿梭 一件件物品 竟凭空出现 落在了白小棋的面前 一把赤色的长枪 一枚蓝色的玉碱 还有一个色彩流转的宝瓶 除此之外 还有一块拳头大小的黑色石块 看着这些物品掉落 巨鬼王面色猛的大便 难看到了极致 更是心神抑制不住的震动 这些物品 是他藏在自己开辟出的 单独空间内 除了他 无人能找到 可那小乌龟 竟将这些物品 生生地搬运出来 你巨鬼王呼吸急促 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这些物品虽不多 可任何一件 都是惊天动地之物 那赤色长枪 是他的成名之宝 非天人不可用 取天外之云打造 蕴含十亿尽致 威力之大 在半神中也属于上等 还有那蓝色的玉碱 此物看似简单 可实际上 却蕴含了他的传承之道 极为重要 而那宝瓶 更是名为干坤仪器瓶 同样非天人不可用 在天人手中 可以将众生万物吸纳在内 炼成大药 当初他为了获得此宝 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甚至这一次 九幽王之所以出手 在他看来 也正是为了此物 至于那最后的黑色石块 此物天下独一无二 就连他也都不知来 传说是一代魁皇遗物 被他暗中获得 外人不知 这几样物品 可以说是 他的最大财富 此刻眼睁睁地 看着被小乌龟取出 这巨鬼王 岂能不交心如焚 白小纯顿时狂喜 赶紧一一接过后 查看一番 虽看不出什么 且也无法施展 这上面 拥有巨鬼王的烙印 可白小纯还是看出了 这些物品的不俗之处 能被巨鬼王这么藏着 一定是宝贝 我就算现在用不了 但以后也能用啊 白小纯美滋滋地赶紧收起 小乌龟得意无比 斜腻着看向巨鬼王 龟爷面前 还想藏东西 做梦 巨鬼王强自控制着情绪 他明白 结果已经是这样 即便怒意滔天 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哪怕心中都在滴血 也只能咬牙 让自己冷静下来 恢复平静 你的目的是什么 巨鬼王深吸口气 一字一顿开口 他虽秀为虚弱 并且生死不在自己掌控 可平静下来后 他那目中的深邃 以及全身上下散出的威严 随着话语的传出 让白小纯这里看到后 也不由得心底有些发虚 尤其是想到对方的身份 与半神的修为 他就难免忐忑 吓唬我 白小纯这么一紧张 立刻就让他自己感觉到羞脑 琢磨着对方都这样了 自己居然还害怕 又想起对方把自己当成棋子 成为犯人的一幕幕 再加上一旁的小乌龟 此刻幕中 看向自己时也有鄙视 白小纯立刻就生气了 恼羞成怒中上前 抬手一巴掌 拍在了巨鬼王的脑袋上 闭上眼睛说话 白小纯怒到 随后舔了舔嘴唇 看着此刻气得身体 哆嗦的巨鬼王 白小纯顿时就有种刺激的感觉 半神的脑袋 我可从来没拍过 好刺激白小纯心头火热 在这刺激中 忍不住抬手又拍了一下 嘿 不听话是不是 闭眼和我说话 白昊 你找死 巨鬼王要发狂了 此刻若他修为恢复 哪怕能一巴掌拍死白小纯 也绝对会连续拍出一百巴掌 让这白小纯知道 被人拍脑袋的后果 还威胁我 你居然还敢威胁我 你别逼我 我可是魔狼第一黑便 我一旦发火 自己都害怕 白小纯此刻很享受这种刺激的感觉 眼看巨鬼王居然敢威胁自己 立刻就怒了 眼睛瞪起 右手已放在了橱袋上 甚至琢磨着 要不要拿出一把发情单 给这巨鬼王灌下去 巨鬼王眼看白小纯这疯狂的表情 以及那闪烁的目光 顿时内心一惊 想起自己听说的 白小纯在魔牢这里的黑边身份 他立刻就暗恨起来 想到自己堂堂半神强者 微微巨鬼王 现在居然被这么一个小人物如此折磨 他颤抖中狠狠咬牙 勉强让自己再次平静下来 白昊 你到底有什么目点 说 莫非你判处白家 也是阴谋 巨鬼王竭力控制着愤怒的情绪 让自己的声音平和而不失威严 话语时 他虽然眯起了双眼 可目光却落在白小纯的手掌 内心更是极为悲愤 生怕又招惹了白小纯 再次被拍脑袋 什么狗屁阴谋 巨鬼王你给我听好了 你家白爷爷要白小纯话语刚说到这里 还没等说完 突然的 整个丁区牢狱 猛的一震 随着震动 远处的牢狱大门 竟似乎要被人轰开一般 白小纯面色一变 抬头时 牢狱大门所在之处 又一声滔天轰鸣后 竟直接地崩溃开来 随着崩溃 一道道身影 急速而来 更有一声带着仇恨 似不共带天般的堤吼 瞬间回荡四方 白昊 你的死期到了 那说话之人 正是白家族长 他的身边跟随着不少白家族人 此刻正冲入丁区牢狱中 白小纯面色大变 小乌龟那里 也神色变化 立刻传音 带着霍走 他们来得太快 这里的阵法 龟也要控制不住了 白小纯吸了口气 瞬间恢复冷静 双眼掠过寒芒 没有任何迟疑 一把就抓住巨鬼王的脖子 身体一晃 展开全速 急驰而去 白小子 给我令牌 他奶奶的 这些人居然敢破坏 我们这么神圣的打劫时刻 龟也我去打开所有牢房 给他们解开封印 干他们 小乌龟立刻大吼 不行啊 你要是把这些犯人放了 他们解开封印后 估计不但不会去和白家人打 甚至还有不少 会直奔我来 白小纯垮着脸 他作为黑鞭 这牢房内的犯人 但凡是拷问过的 对自己的恨斗 绝不会少了听到白小纯的话语 小乌龟也傻眼了 白小纯心下悲催 摇着头 带着巨鬼王 急迟而去 既然躲不过 我就冲出去 白小纯大吼一声 身体出现重叠虚影 他的四大分身瞬间出现 与此同时 他全身上下 所有法宝 在这一刻 都因他修为的扩散 展现出了惊人的气息 虽炼灵十四次的经文被遮盖 可这种程度的法宝 本身的气势 一样令人心惊 轰鸣中 远处冲杀而来的白家众人 立刻就看到了白小纯 白家族长直接眼睛就红了 狂吼一声 猛地杀来 他身后足老四五个 都是原因 还有不少杰丹族人 气势铺天盖地 白昊 受死 白家族长速度飞快 刹那临近时 白小纯知道 这一次生死危机 自己绝不能被纠缠住 要尽快逃走 此刻嘀吼中 速度全面爆发 寒气更是散开 汗山状漠然展开 直奔前方轰鸣而去 与此同时 小乌龟 这里也知道凶险异常 嗷嗷大叫中 缩着头 也随着白小纯 向前呼啸撞击而去 眨眼间 就与白家众人 撞击到了一起 任凭白家的那些 祖老神通落在 四大分身上 白小纯的 本尊一脚踢出 直接将一个 原因出气的祖老 踢得后退数十丈后 白小纯没有停顿 四大分身 同时轰击另一个祖老 而他的本尊 则是转身时 直接硬扛着各种神通 碎吼索沙纳展开 直接一把掐住一个 偷袭而来的 白家族人的脖子 咔嚓一声捏碎 这一切都是 电光火时间发生 很快的 杀戮在起 轰轰之声 立刻就撼动八方 掀起的冲击 更是向着四周滚滚而去 一时之间 如同风暴横扫 席卷一切 白小纯全身光芒闪耀 变了样子的 永夜伞被他取出 全速及时中 将永夜伞 一把刺入一个 白家族人的胸口 那白家族人 结单大圆满地修为 粗壮的身躯瞬间枯萎 生机被吞 让看到之人 全部悚然心惊 胸艳高痴的同时 在这冲击中 白小纯全身上下的经纹 也都无法遮掩 显露在了众人面前 更有十四色火 从白小纯手中爆发而出 形成火海 焚烧八荒的同时 也使得白小纯这里 如同战先 气势磅礴 短短时间 惨烈无比 白小纯头发凌乱有些狼狈 可速度却没有丝毫停顿 右手一拳轰出 将那白家族长逼退后 他不顾四周白家族人的围攻 四大分身同时出手 一路竟势如破竹地 直接冲杀过去 看似简单 可实际上 这里面很是凶险 很快的 白小纯的四大分身 就有两个被白家族老灭杀 近乎崩溃化作点点光滑 回归白小纯体内 而他的本尊 此时也是嘴角溢出鲜血 但速度却没受到影响 依旧前冲 急迟间向着出口冲去 这一幕 让四周所有看到的犯人 以及白家众人 都心中震动 实在是白小纯这里 太强悍凶猛了 尤其是他全身上下的装备 更是夸张的惊人 天啊 那那都是炼灵十四次的法宝 这白浩风了 他就连身上的皮甲 也都炼灵十四次 他是个天才 炼灵上的天才 你逃不掉 在这四周喧嚷时 白家族长神色猙獰 咆哮中瞬移而去 他四周其他祖老 也是如此 众人眨眼间 就追击上去 白小纯内心焦急 他一方面要冲杀 一方面还要尽可量的 不让巨鬼王死亡 毕竟这巨鬼王 在白小纯眼中 就是天然魂 可这种两全之事 实在是很难做到 方才的冲杀 巨鬼王在他的一番保护下 竟也无可避免地 被轰击了好几下 可从史之中 巨鬼王都一言不发 面色阴沉的同时 内心对于白小纯 这里的勇猛 也大为心惊 似乎这一刻的白小纯 身上有一股铁血 彪悍的气息 与之前面对自己时 仿佛是换了个人 他虽不开口 可白小纯此刻 也发现了不对劲 这巨鬼王 尽管被轰重 可却只是面色苍白 从来都没有喷出 什么鲜血 更不用说重伤了 这巨鬼王 是半神强者 难道他的身体 有什么奥秘 白小纯一愣 此刻来不及多想 眼看白家族长 以及四个白家族佬 瞬移而来 神通幻化 形成无数黑雾 如藏着厉鬼 尖锐灵静 白小纯双眼赤红 手中的永夜散猛地撑开 顿时光芒闪耀 阻挡那些厉鬼的同时 小乌龟也瞬间而来 撞向一位白家族佬 可阻挡白小纯的 足佬有四位 此刻其中一个 足佬右手掐绝 形成巨大的掌印 轰鸣笼罩白小纯 白小纯沉喝一声 双目赤红 下意识地就将 手中的巨鬼王抡起 直接就阻挡在了 那大手印前 轰鸣中 手印崩溃 白小纯身体后退时 巨鬼王全身颤抖 想要骂人 可却咬着后槽牙 强行忍住了 没事 白小纯眼看巨鬼王完好 立刻惊喜 而那白家族佬 也是愣了一下 他们之前就看到 白小纯手中 提着的这个老者 但却没有在意 此刻却发现 这老者竟有不俗之处 那祖老的原因一击 就算是白小纯 也都要受伤 可这脸上有红色胎记的老者 竟生生挺住 脸口鲜血 都没吐一下 白小纯狂喜 大笑中 一只手拿着永夜伞 一只手拎着巨鬼王 再次冲杀 巨鬼王在他手中 直接就成为了 人形盾牌 轰鸣中 所有的神通 都被白小纯 以巨鬼王来阻挡 使得白家众人 全部震害莫名 而那巨鬼王 也终于无法忍受了 他全身颤抖 已经要发狂 脸色已经不负苍白 而是黑的发子 旧方才这么一会儿的时间 已经有十多次原因 杀招落在他的身上 那种被人当成了 盾牌的憋屈羞辱感 让巨鬼王顾不得身份 破口大骂起来 白号你个小杂种 你不得好死 明明你会遭报应的 就算我杀不了你 我的女儿也会将你千刀万剐 巨鬼王怒意滔天 可他身为半神 更是亡言 哪里又有那么多骂人的话语 此刻虽气急 可偏偏开口时 对于骂人的话 实在词穷 只能颠来倒去 白小纯得意地干咳一声 对于破口大骂的巨鬼王 毫不理会 琢磨着 或许应该找个机会 让小乌龟去普及一下 这巨鬼王如何骂人的知识 这念头在脑海一晃而过时 白小纯已然脉步冲出 轮着手中的巨鬼王 又做盾牌 又做武器 一路横扫 轰鸣间 配合白小纯此刻的凌云气势 以及那全身炼灵 十四次的法宝 竟一路冲杀之下 距离丁区牢狱的入口 也都不远了 他四周白家众人 纷纷怒意弥漫 可白小纯这里 实在太难杀了 不但皮操肉厚 更有分身时而阻挡 还有那全身的法宝 更是让人触目惊心之余 眼缠不已 再加上 那把诡异的伞 可惜那生机补充 就使得白小纯这里 更难灭杀 偏偏他速度又极快 肉身之力惊人 甚至还能瞬移 如此一来 在白小纯一心要逃的情况下 想要将他灭杀 短时间无法做到 还有那脸上有红色胎记的老者 在白家族人看去 更是诡异 这一路 不知被轰了多少下 甚至一些法宝直接撞在他身上 也都没让这老者 喷出哪怕一丝鲜血 这一切的一切 使得白小纯这里 横冲直撞 眼看就要靠近牢狱大门 白家族长 以及那几个族老 顿时急了 一个个再次出手 轰杀而来 一时之间 声响震天回荡 竖法波纹弥漫 色彩闪动无尽 时而可以看到 白小纯在阵阵吼声中 将巨鬼王的身体来回使用 而巨鬼王的骂声 也从开口后就没有停下 白昊你不得好死 白昊你会遭报应的 巨鬼王欲哭无泪 他此刻头发散乱着 衣衫残破 根本就看不出丝毫半神的威严 尤其是他虽没有喷出鲜血 可他的身躯 也快要承受不住了 大片的浮肿起来 他知道 自己这本尊的身体 应是半神 所以不说不死不灭 可外人想要杀他 也并非容易 除非是天人出手 否则的话 其他人就只能是 如以多摇死相一样 去慢慢磨死 他心中此刻的怨气怒火 清净鸣河之水 都无法熄灭 更有这一生都少见的悲哀 在这一刻浮现心头 哪怕他活了这么多年 心智不可畏不坚 可眼下 还是有了一种 要痛哭一场的冲动 他觉得自己 真的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 居然会遇到这该死的白号 他心中的委屈 无法形容 尤其是想到自己 原本按照计划 如金蝉脱鞘一样 在这磨牢里 只要熬过几天 用不了多久 便可以度过这衰变期 就算在这过程中 三大家族找到了自己也没事 这实规正法 足以让他立于不败之地 他可以轻蔑地 看着三大家族着急发狂 看着他们 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恐惧害怕 而他这里 从始至终 都可以完全掌握一切节奏 这很让他期待 甚至在他心中 也根本就没把三大家族的天人 放在眼里 他太自信了 巨鬼城的事情 他也从来没去和远在皇城的女儿说起 实在是因岁月的流逝 找不出什么感兴趣的事情 所以也就趁着这个时刻 玩起了游戏 可这游戏 他怎么也没想到 居然是如此 结果不应该这样的巨鬼王月 想月觉得悲催 他后悔啊 千算万算 准备好了一切计划 却万万没有想到 偏偏出现了这么一个意外 被一个小棋子 直接毁了所有 此刻他只能看着自己的身体 被不断地抡起 用来不断地阻挡那些来临的神通与法宝 耳边的轰鸣声让巨鬼王的心 已经沉下了海底 我不嘎啊 巨鬼王的眼睛出现了很多血丝 可他却没有任何办法 他已经多次地去暗中唤醒这石龟的阵法 可却没有丝毫反应 他已经开始绝望了 在这巨鬼王悲哀绝望时 白小淳这里喷出大口鲜血 他余下的两个分身 此刻也都崩溃成为光点 回归体内 他虽肉身强悍 可伤势不清 但无论如何 终于从那白家的层层包围中 杀了出来 此刻一晃之下 随着小乌龟一起 带着巨鬼王 踏过牢狱大门 直接飞身冲出 他的身后传来怒吼 白家族长以及那些族佬 纷纷毫不放弃地追杀而来 这一次 他们无论如何 也都要让白小淳这里 死无葬身之地 我看你能逃到那里 整个巨鬼城内 都是我三大家族之案 你插翅南飞 白家族掌声音内杀意阴冷 呼啸追来时 看到了不远处的白小淳 正展开急速 直奔魔牢出口 没有半点迟疑 白家族长猛地追出 身边白家族佬 一样死死追击 没有放松丝毫 白小淳心跳剧烈 气息也越发急促 身上的伤势他不在乎 他知道眼下最重要的 就是要离开这里 否则的话 一旦小乌龟难以压制阵法 这巨鬼王操控阵法后 怕是第一时间 不会去灭白家族人 而是要灭了自己 尤其是 看到手中的巨鬼王 此刻闭幕 明显一副不断地试图去 呼唤这实规阵法的样子 白小淳更紧张了 直接一巴掌拍了过去 我警告你 别被我把你身份喊出来 白小淳恶狠狠地动和道 这句话 立刻就让巨鬼王睁开眼 死死地盯着白小淳 不断粗重地呼吸 带起剧烈起伏 似要炸开的胸膛 可却生生忍住 他明白 自己不忍 又能怎样 嗖嗖嗖 白小淳速度飞快 凭着对魔狼的熟悉 他很快就顺着通道 看到了魔狼的出口 正要冲出时 一旁的小乌龟 忽然面色大变 压制不住了 与此同时 白小淳手中的巨鬼王 他全身猛地震动 双眼露出强烈的光芒 他感受到了 阵法正在苏醒 整个石龟震动 一股滔天的威严 猛地散出 追击白小淳的白家族长等人 全都面色猛地变化 心底震撼无比 而巨鬼王这里 更是激动 此刻正要继续召唤 可就在这时 白小淳神色黄疾中 来不及多想 且以巨鬼王的身体 白小淳也很难将其拍晕 于是直接就从储物袋内 一把拿出了六七枚 发琴丹 没有半点迟疑 在巨鬼王筐洗的瞬间 直接就强行地塞入他的口中 拟巨鬼王 睁着散发明亮光芒的大眼 却无法反抗 随着丹药入体 瞬间融化 这发琴丹数量太多 药力太猛 刹那间就爆发开来 而巨鬼王秀为削弱 难以压制 随着脑海轰鸣 他对于阵法的召唤 也都缓慢下来 他有心去重新召唤 壳体内的火热之力 直接就扩散全身 冲击他的大脑 使得他心神不稳 但他还是疯狂地压制 再次召唤阵法 立刻着石龟内 那惊人的威压 再次出现 使得白家族长等人 纷纷吸气 甚至感受到了生死危机 只是白小淳的发琴丹太损了 给巨鬼王吃的又太多了 在那爆发中 巨鬼王面色潮红 全身哆嗦 双眼都血红一片 心神不稳 造成他的召唤 也都断断续续不够连贯 导致比平日里慢了一些 这缓慢 给了白小淳时间 在这生死一线间 白小淳狂吼一声 速度展开到了极致 甚至潜力 也都在这一刻爆发出来 轰鸣间 速度倍增 竟直接从那护城河下 石龟的左眼中 一冲而出 就在他冲出的瞬间 巨鬼王凭着不可思议的意志 终于压下体内的火热与疯狂 想要去召唤石龟阵法完成开启 可石龟阵法气势刚起 随着白小淳的冲出 随着巨鬼王离开了石龟 这生起的气势 不由地消散开来 不 巨鬼王不甘心地嘶吼 那种希望明明就在眼前 可却瞬间堕入 无底深渊的绝望 让他悲愤欲狂 更有心凉弱兵 可他的声音刚一传出 白小淳就带着 后怕的勃然怒意 狠狠地一巴掌 拍在了巨鬼王的脑袋上 闭嘴 白浩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啊 杀了你啊呀 巨鬼王癫狂咆哮 啪 白小淳再次狠狠一拍 别打我的头 你啪啪啪啪 白小淳也怒火不息 连续拍了七八下 将巨鬼王的头 都打大了一圈 甚至在他的出手下 巨鬼王嘴角都溢出了鲜血 这才苦涩悲哀地 面对了现实 咬住嘴唇 再不敢开口了 他觉得 此刻的白小淳 比之前奔逃时的玩命 横冲直撞 可怕多了 在他心神内 白小淳简直就是个魔鬼 让你不老实 我告诉你老家伙 别逼我啊 我生起气来自己都害怕 白小淳怒到 一想起方才的危机 他就心有余悸 若是慢了一步 这巨鬼王操控了实规 自己就死定了 此刻后怕中 白小淳狠狠地瞪了一眼 巨鬼王 眼中有杀鸡闪动 这杀鸡落在巨鬼王的目中 巨鬼王立刻内心一震 他明白 自己若是在招惹对方 以这白号连亲爹都能羞辱的 心狠手辣六亲不认的性格 真的会做出一些 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他必定有求于我 我忍了 先不招惹他 形势比人强 此时巨鬼王只能内心 强忍着怒意 再次低头 就在巨鬼王低头的瞬间 白小淳身后 那实规中 白家族长等人呼啸而出 这能腐蚀血肉的护城河水 显然白家有办法抵抗 此刻竟毫不在意 直奔白小淳追来 白小淳面色一领 当下没时间理会巨鬼王 一晃之下 就要冲出水面 可就在他靠近水面的瞬间 忽然的 小乌龟神色大变 脖子疏得缩回 猛地尖叫 后退 白小淳没有半点迟疑 立刻就将巨鬼王挡在身前 身体急速后退 就在他退后的一瞬 一生超越了天雷 甚至让大地都颤抖的 轰天巨响 隆隆传来 仿佛有一股大力 从天上降临在了 护城河的河面上 使得这护城河的河水 在这一瞬 轰然间如崩溃般 全部爆开 大量的河水升空而起 向着四周洒落的同时 那股大力也融入河内 直接轰在了 白小淳所在的方向 好在有巨鬼王阻挡 那股大力几乎全部 都落在了巨鬼王身上 巨鬼王身体颤抖 直接就喷出一大口鲜血 甚至五脏六腑在这一刻 都仿佛要崩溃 头发瞬间就脱落了小半 仿佛整个人的精气神 都一下子损失了两成 甚至他的修为 此刻也已经不再是结单 而是眨眼的功夫 就成为了筑击 可见这一击必然不是原因神通 这是天人一击 巨响声中 随着护城河水向着四周扩散 白小淳的深周 河水直接就空了 他气息微宁 一眼就看到了此刻天空上 面色阴沉 整个人仿佛已经到了 发狂边缘的白家老祖 白小淳紧张得口干舌燥 心跳加速 他明白 方才若不是小乌龟提醒 自己就死定了 而就算是由小乌龟提醒 若不是手中有巨鬼王 在那一击之下 本就受伤的自己 就算不死 也会被重创 那一击 正是白家老祖施展 他原本 在寻找巨鬼王本尊 路过这里时 接到了白家族人的传音 想起了 那可恶的白号 于是顺手地就要一巴掌拍死 可却没想到 自己全力的一击 居然没有拍死白小淳 这就让白家老祖很是吃惊 目光转动 不由得看向了白小淳身前 被白小淳借助承受了 自己这一击的巨鬼王 他是在白家天人 老祖子细看向巨鬼王时 身体忽然猛烈地一颤 气息瞬间 似乎不能自控地紊乱起来 双眼更是刹那间 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 整个人仿佛觉处逢生一样 似乎在绝望中 抓到了一闪而过的希望 这这白家天人老祖 不禁失声 颤抖中猛地 仰天狂笑起来 那笑声瞬间就传遍 整个巨鬼城 甚至在这大笑中 他的振奋 他的狂喜 他的得意 所有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 白小淳内心咯噔一声 此时他身前的巨鬼王眼中 则露出暗淡 可却没有如面对 白小淳时的那般失态 而是平静无比 他明白 这或许就是命了 天不灭我白家 哈哈 天不灭我白家呀 巨鬼王 老夫怎么也没想到 你居然在这里 白家老祖激动得大笑 身体仍自颤抖不已 甚至面色都红翅起来 可见齐何等激动 实在是之前的几个时辰 对他来说 煎熬得无法形容 他不止一次的后悔 可却于事无补 一想到巨鬼王的这场游戏 他就恐惧到了极致 他明白 自己找到巨鬼王的可能性 几乎是没有的 就算是真的找到了 以巨鬼王的手段 也一定有万全的安排 自己怕是熬不过时间 他已经绝望了 在那绝望中疯狂 面对白昊 竟然直接下死手 根本就没在考虑转世之事 可他无论如何 哪怕做梦都想不到 在自己这绝路上 竟然出现了曙光 他竟然找到了巨鬼王 且明显的 眼前的巨鬼王 虚弱无比 他的双目杀鸡在这一刻 恍若实质 赤裂盈眶 他的眼中早已没有了白小纯 唯有那虚弱至极的巨鬼王 白家老祖话语传出后 追来的白家族长等人 一个个都猛地顿住身形 纷纷睁大了眼 顺着白家老祖目光看去时 他们一个个都到吸口气 无法置信地看着白小纯面前的老头 他他是巨鬼王 天哪 巨鬼王居然藏在这里 我就说嘛 此人身体诡异 承受我等那么多次的轰杀 居然无碍 原来他是巨鬼王 不但是白家这里震惊 此刻在这四方 还有其他家族的族人 以及六大天后的军团 甚至还有不少巨鬼城内 其他势力的探子 这些人 眼下全部脑海嗡鸣起来 全部都看向巨鬼王 更有不少也注意到了白小纯 注意到了白小纯的手 正抓在巨鬼王的脖子上 显然巨鬼王似乎是他的俘虏 这一幕 再次令所有人震撼起来 这这不可能吧 那是白昊 他他绑了巨鬼王 这白昊太生猛了 他他居然将巨鬼王给绑了 所有人都在找的巨鬼王本尊 浸在他的手中 天啊 我之前小看了这白昊 这家伙也太厉害了 如此彪悍 必定令他名动八方啊 阵阵吸气与哗然声 在这四周传开 更有不少人立刻将这消息 传递给身后的实力 可以想象 很快的 整个巨鬼城都会知道白昊 绑了巨鬼王 甚至此刻更多的人 也都想起了 当年白小纯绑了白家族长之事 顿时这种震撼感与冲击力 再次强烈起来 很快的 在这巨鬼城内 所有接到这个消息的魂修 一个个都骇然失声 白昊心狠手辣 六亲不认 更是凶悍无比 绑架其亲爹不说 更绑架了巨鬼王 可以说 这一刻 白小纯这里的所作所为 是真真正正的震撼了全城 只是这一切 不是白小纯想要的 白小纯身体哆嗦着 眼睛都红了 四周的目光 让他紧张害怕到胸膛起伏不定 此刻咬着嘴唇 阴沉着脸 巨鬼王这里 反倒沉默了 从始至终 一言不发 目中也早已平静下来 甚至那已经消失的威严 在这一刻 也在他身上重新出现 似乎哪怕是死 他也要死得有尊严 只是目中也有遗憾 遥遥地看向远处一个方向 内心难难 可惜 等不到巨鬼王花开了白号 现在你可以松手了 巨鬼王淡淡开口 怎么办 怎么办啊 白小纯交集中 眼看白家天然老祖 在半空中右手抬起 似要一把抓来 白小纯眼中狠辣之盲一闪 忽然高声开口 老祖英明 早就算出这巨鬼老贼定有后手 昊儿信不辱命 遵从老祖吩咐 忍辱负重 不惜让人错以为我判处白家 终获得了这巨鬼王的信任 完成了任务 将这巨鬼王生情活捉 昊儿这就将这巨鬼老贼 亲手献给老祖 祝老祖辉煌晴天 我白家万载永恒 白小纯声音传出 瞬间四周众人全部愣住了 巨鬼王苦涩 白家族长傻眼 而其他人 也都一个个瞠目结舌 看着正快速飞出 不断靠近白家老祖 一副模样激动中 要将巨鬼王献给老祖的白小纯 就连白家老祖 也都被白小纯的话语 弄得愣了一下 没有多想其他 实在是白小纯的这番言辞 说得恰到好处 如画龙点睛一般 让人无视左右 这很明显的是 将一切荣耀 都归功在了白家老祖身上 甚至只要白家老祖 一开口 就顺理成章地 占据了这份功劳 以此功 可以让他在接下来争夺王位上 拥有极为明显的优势 随着脑海里面头转动 白家老祖不由的双目一闪 这白号有点意思 白家老祖脸上 瞬间就浮现出了笑容 看向模样乖巧 却有一些忐忑 此刻已经来临自己 十丈内的白小纯 正要开口 可就在这时 一边凸起 白小纯的惊人话语 让这四周人 都全部心神一阵 浮想连篇 若他胡乱一说倒也罢了 无人会去思索 可偏偏 他话语里的内容 实在出人意料 却又似乎在情理之中 白家族长那里 是连连吸气 连他都如此 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甚至还有不少浑修 猛地就看向白家老祖 实在是白小纯话语 理所蕴含之意 很符合众人 对于天然老祖的判断 这种老谋深算的手段 如果是真的 所有人也都不会觉得特别意外 毕竟 这是三大家族 提着脑袋的一战 众人心神震慌时 白家老祖目光收缩 脸上浮现笑容 可这笑容 几乎刚刚出现 随着白小纯 一副乖巧中拎着巨鬼王 要将其献给老祖般的模样 快速地靠近 眨眼间 就到了实障范围内 再到了这个位置的刹那 白家老祖面色猛的一变 他毕竟是天人 自身天人合一 其神识敏锐 甚至对于危险 都有奇异的感知 此刻他心脏猛地剧烈跳动 一股说不清到不明的生死危机 瞬间就浮现他的心神 下意识地就要后退 想要距离白小纯远一些 他内心深处的生死危机 在他感觉中 这危机正是来自白小纯 尽管这一切 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可白家老祖心神内的危机感 还是让他大吼一声 停下 吼声中 他的身体正要退后 可就在这一瞬 白小纯猛地抬头 神色内露出一抹疯狂与争鸣 去死 白小纯一样大吼 左手猛地一拍储物袋 立刻他的手中就出现了一座水晶般的魂塔 用了全力 白小纯将这魂塔 向着白家老祖狠狠地一扔 嗖的一声 这魂塔速度极快 直奔白家老祖而去 此塔看起来毫不出奇 可在出现的一瞬 在来临的刹那 却是让白家老祖这里 头皮都要炸开 一股比之前还要强了无数倍的生死危机 使得他脑海中 瞬间充斥着全身每一处血肉发出的尖叫 此物能威胁我的生命 不可抵抗 要速速避开 白家老祖身体震动 他立刻就反应过来 知道时间紧迫 身体猛地就开始模糊起来 居然选择了挪移躲避 可这一切太过突然 从白小纯靠近 直至扔出魂塔 所有的行为 都让人措手不及 且最重要的是 那白家老祖距离白小纯 太近了 实丈的距离本就极近 而那魂塔 又被白小纯全力扔出 如此一来就更近了那魂塔瞬间临近 与白家老祖之间竟只有数丈 几乎在白家老祖身体刚开始模糊的同时 白小纯仰天发出一声惊天怒吼 抱抱抱 白小纯没有半点迟疑 立刻就引动了魂塔内的静止 他的身体也在这一刻 急速后退 将自身的速度展现到了极致 甚至还动用了不死静 漠然后退 更是将巨鬼王提起 阻挡身前 可白小纯还觉得不放心 趁着众人目光都凝聚在那魂塔时 他暗中取出了龟纹锅 挡在了自己与巨鬼王之间 这一切说来话长 可实际上都是电光火时间发生 奇快无比 瞬间 那魂塔内的静止就崩溃开来 随着崩溃 其内存在的那残破的半神魂 猛然间苏醒过来 在其苏醒的刹那 一股毁灭的气息 滔天而起 天地色变 风云倒卷 似有一股无法形容的威压 眨眼间就降临大地 可以碾压一切 半神魂 白家老祖面色巨变 骇然无比 内心轰鸣中 死亡的危机 前所未有的爆发开来 他尖叫一声 放弃瞬移急速后退 可还是晚了 这半神的气息太过惊人 在出现的瞬间 如同狂风横扫了天地 眨眼间就让四周众人 全部惊呼失声 面色纷纷大变起来 半神的气息 那是什么 天拉嘈杂声还没等结束 一声仿佛开天辟地的惊天巨响 轰鸣而起 响彻天地 似乎要碎灭苍穹 轰开大地 这声音之大 直接就传遍了整个巨鬼城 无数人听到后 直接就震耳欲聋 甚至大地都在这轰鸣中 如要崩溃 一股毁灭的冲击 如同一个晴天巨人 在天空上 向着巨鬼城轰出一拳 撼动整个巨鬼城 让苍穹失色 让风云倒卷 无数虚无裂缝 直接扩散千里天幕 这一泉落在大地 将这大地击穿后 又向着四周狠狠扫荡 轰隆隆地扩散开来 那白家老祖手当其冲 发出一声短促淒厉的惨呼 瞬间身体 就被这毁灭的冲击 直接淹没 四周所有的建筑 还有离得近的修饰 每一个人都在这冲击中 拼了一切去抵抗 可依旧 还是被那毁灭的冲击 直接笼罩 砰砰轰隆 声音回荡这片天地 撼动虚无 四周无数身影 甚至连惨叫 都没来得及发出 就已经形神俱灭 甚至白家众人 那些祖老 也都如此 根本就无法抵抗 一个个身体在这冲击下 成为飞灰 就算是白家族长 因上次被白小纯擒拿之事 白家老祖给了他保命法宝 此刻借助那保命法宝 他依旧是半个身子成为虚无 双臂崩溃 胸口上血肉模糊 头发也都没了 修为直接崩溃 身体被狠狠抛出 虽如此 可总算是保住了一条命 不这不是真的 白号 白号 白家族长痛苦地颤抖 双目残留着疯狂 更多的却是绝望 七里之音 传遍四方 闻之悚然 整个护城河范围 放眼看去 大得出现了一个 巨大的凹陷深坑毁灭的气息 距离老远 都可以让人清晰感受到 胆寒发术 随着那毁灭冲击轰鸣而来 巨鬼王发出七里之音 身体刹那就被轰击退开 鲜血大口大口地喷出时 白小纯在龟纹锅后面 虽只是承受着 被巨鬼王抵消了的部分冲击 却仍然连吐几口鲜血 全身上下如要碎裂 五脏六腑仿佛都要一味 可总算还是没有丢掉性命的大爱 这一幕连巨鬼王都被镇住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事情居然会出现了如此逆转 而导演这逆转之人 居然是白号 白小纯看着地面上形成的深坑 内心震动 心计不已 更有后怕 这半神魂自爆 威力也太大了吧 就算这样 都差点把我自己给搭进去 白小纯稳定气息 暗自庆幸 好在自己早有准备 且他扔出魂塔后选择的方位也巧妙 更是倒退速度极快 所以虽被波及 可却影响不是特别大 又有巨鬼王与龟温锅两重防护 这才保住性命 这也是为何 他不敢让白家老祖接近后 取出魂塔自爆 而是要自己冲过去的原因 实在是若是斗法实用了这一招 没有仔细的计算 也掌握不了主动 白小纯很担心 自己也会被炸死 而那距离魂塔崩溃 最近的白家老祖随着毁灭冲击的消散 也显露在了半空中 头发都失去很多 剩下的也胡乱披散着 浑身鲜血 衣衫进阶毁去 其狼狈的程度 这一辈子都少有 可更让他面色苍白的 是此刻自己的状态 他清晰地察觉到 自己已经没有再出手 灭杀白小纯的修为了 一旦强行出手 怕是伤势爆发之下 必死无疑 他整个人身体颤抖 无法忍住 再次喷出一大口鲜血后 他看向白小纯的目光里 一带着恐惧与浓重的杀鸡 可却没有丝毫迟疑 猛地后退 私用了此刻所能用的余力 爆发出生命中最强的速度 骤然远去 没死 白小纯内心一惊 眼看那白家老祖竟还活着 正骇然时 又看到对方倒退仓皇的身影 白小纯也是一愣 可他不敢追上去 此刻心里七上八下时 眼珠一转 猛地大喝一声 我白号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你们给我听好了 这种威力的神通 我还能用一百次 你们谁来惹我 我一旦出手 自己都害怕 别惹我啊 白小纯大吼中 赶紧抓着面色惨白 仍在不断吐血的巨鬼王 玩命加速 骤然远去 白号 好一个白号 阴险歹毒 六亲不认 心狠手辣此刻的白家老祖 一边急迟 一边吐血 内心苦涩无比 眼神中带着不甘与惊慌 那魂塔的崩溃 虽没有将他灭杀 可却将他直接中创 眼下体内 伤势太重 已经压制不住了 而他不得不去考虑 这个状态的自己 别说能不能灭了巨鬼王 就连他自己 也都危机无比 陈蔡两家老祖 他们能否忍住 正灭了自己的绝世良机 毕竟他们三家 既是合作 又是敌对 他不敢赌 也赌不起 更不能出手 他时间太紧迫了 此刻只能用最后一丝力气 疯狂地逃顿 要逃回白家城 立刻闭关 只有这样 才能保命 至于巨鬼王这里 他已经没心情去理会了 而白昊他此刻 也不想去招惹 眼下最重要的 就是尽快回白家城 活得越久 就越是怕死 这一点在白家老祖身上 彻底体现出来 且他的身上 还背负着一个家族的命运 无论如何 他都不能让自己出现意外 眼下逃顿中 巨鬼城内 立刻就有两道天人气息 陡然爆发 一道直奔白小纯 那里追去 还有一道 则是直奔白家老祖而来 而此刻的白小纯 也在巨鬼城内急速前行 气息隐匿的同时 白小纯也心惊肉跳 不时看向四周 完了完了 刚才冲动了 该死的 都是这巨鬼王太惹眼了 白小纯欲哭无泪 哭丧着脸 此刻紧张无比 惊魂不定 而他手中抓着的巨鬼王 此刻一样神情紧张 鲜血一口口吐出 根本就止不住 甚至他的气息 也都无比虚弱 方才那股毁灭的冲击 比天人一击大多了 差点就直接让他 也跟着生死盗销 那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让巨鬼王已经不在乎 此刻自己吐着的鲜血了 他眼睛里带着震撼 不断地看向白小纯 你你这么漫无目的的逃断 早晚会被抓住 你听我的 我们回石鬼本王巨鬼王 一边吐着鲜血 一边小心翼翼地开口 他看出了这白浩的性格中 藏着疯狂 生怕自己那句话 招惹了对方 他此刻也已经明白了 这白浩胆大妄为 似乎没有什么事情 干不出来 你还说话 几乎在巨鬼王话语 说出的瞬间 白小纯立刻低头怒斥一声 他神色冷酷 开口时还狠狠地拍了一下巨鬼王的脑袋 使得巨鬼王鲜血喷出的更多 怒意生疼 可一看到白小纯那通红的 带着疯狂的双眼后 巨鬼王悲哀的内心一颤 竟强迫自己压下怒意 这是个疯子 这是一条疯狗 巨鬼王内心悲楚地咒骂着 他觉得自己当年真是做死千不该万不该 为了让游戏更好玩 进去招惹这白号 如果一切能够重来 他发誓 自己一定不去利用白号 让白家与白号 自相残杀就是 自己必定躲得远远的你这老家伙 都是因为你 刚才为了救你 小爷我才落得如此下场 你不敢恩也就罢了 居然还要害我 让我去实归 我傻呀 要是真去了 那是我自己找死 白小纯怒道 此刻心中也憋屈 琢磨着小乌龟每次都给自己招来麻烦 这一次 若不是小乌龟 自己早就逃走了 还有那小乌龟 白小纯咬牙时看向除物袋 那小乌龟早就没眼了 显然是也知道这件事麻烦大了 没办法了 实在不行 就将这巨鬼王交出去 得了白小纯目中凶光一闪 一旁的巨鬼王看到后 内心顿时一震 暗道不妙 他此刻已经明白 自己此番能否熬过这一劫 白小纯至关重要 白昊兄弟 你别冲动 你你到底有什么目有什么想法 你和我说 我一定满足你 巨鬼王就连目的这两个字都不敢说 生怕刺激到白小纯 此刻尽量用最柔和的语气问道 内心却也苦闷 按道自己原本好好的 在那实规内可以顺利度过衰变期 修为恢复 就可华丽转身 这个游戏 到了那个时候 也将让自己愉悦无比 可眼下 千错万错 错在利用了 这个疯子的事情上 以至于出现了自己 预料不到的变化 竟然到了这部田地 被带到了这里 白小纯气呼呼的 一边急持 一边恶狠狠地开口 老子要天然魂 要金属性的天然魂 你有吗 现在就给我 我立刻就放了你 白小纯狠狠地瞪着巨鬼王 巨鬼王听到这里 愣了一下 眼睛猛地睁大 似带着难以理解 与不可思议 仿佛整个人都傻了 你你将我绑了 目的就是要一个 金属性的天然魂 巨鬼王下意识地问道 他觉得这 实在是太荒谬了 简直滑天下之大击 怎么的 不给是不是 老家伙 你别逼我 白小纯立刻就急了 千辛万苦到了这一步 这巨鬼王若是不同意 他就真的要哭了 于是大吼一声 恫吓巨鬼王 我给 我给巨鬼王内心 有种要崩溃的感觉 天然魂虽贵重 可对他来说 真的不算什么 他本以为这白号所图更大 可却没想到 居然只是一个天然魂 该死的 你这该死的白号 怎么不早说 至于吗 为了一个天然魂 就为了一个天然魂这么点事 就将我带出了保命的实规矩 鬼王内心背后 赶紧拿出来 是不是在那个储物袋里 白小春不耐地说道 说完后 还私下乱看 找到一条胡同 钻了进去 本王我现在身上没有啊 那储物袋里也没有 里面都是一些杂物 其我修为没恢复 也打不开密电 白号兄弟 我有个建议 你考虑一下 你看 要不你保护我吧 你保护我一个月 一个月后 我修为恢复了 我发誓立刻开启密电 给你天然魂 巨鬼王小心翼翼地说道 他说的是实话 实在是他现在拿不出来 且经过刚才白家天然的一幕后 巨鬼王很清楚 跟着白小春 自己或许还能有一线生机 可若是身边没白小春 自己就更危险了 且最重要的 以他这一天 对白小春的观感与判断 他可以确定 这白号极有可能 是打算将自己 交给三大家族来保命的 可巨鬼王刚说完 白小春立刻就恼火了 眼睛内血煞一片 抬手狠狠地再次拍了一下 巨鬼王的脑袋 怒道 老家伙 你当你家白爷也是傻子 一旦你修为恢复了 你第一事情就是要灭了我 白小春咬牙 觉得这具鬼王太坏了 竟敢把自己当傻子 原本当初白家老祖要杀我 你也算帮了我 我还挺感谢你 帮你审问犯人 还帮你抢了蔡家的魂场 可你呢 你居然恩将仇报 剥夺了我狱族的身份 将我打为犯人 你太过分了 白小春目中露出凶残 他此刻心里紧张 知道自己干了一件天大的事 绑了半神王爷这在以前 他想都不敢想 此刻没办法了 目中引有决断 琢磨着或许可以用巨鬼王 去和三大家族谈谈 或许也能换一个天人魂之目光 立刻就震慑了巨鬼王 使得巨鬼王心脏狂跳不已 内心震战 赶紧解释 白昊兄弟千万别冲动 千万不要冲动 你你听我说 你可以给我下静止啊 你下了静止 就不用顾虑我修为恢复后 难为你了呀 我什么修为 你什么修为 我怎么给你下静止 老家伙 你欺人太甚 白小纯更怒了 觉得巨鬼王 正在侮辱自己的心智 此刻袖子一甩 正要咬牙决断 巨鬼王那里哆嗦着 悲呼一声 赶紧大喊 你修为不够 没关系 我教你一个静止 我帮你在我身上下静止 这总想了吧 巨鬼王欲哭无泪 此刻话语 都说到这份上了 以他的身份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 这么与人说话过了 此刻眼巴巴地看着白小纯 心底的憋屈 可他没办法 你帮我在你身上下静止 白小纯被巨鬼王的话语 绕得有些猛 巨鬼王声怕白小纯又发怒泛风 赶紧双手掐绝 更是喷出大口鲜血 不惜此刻身体状况 甚至还咬牙之下 逼出自己的一丝本命神石 融入印记内 眨眼间 就在他的双手内 出现了一团五光石色 璀璨无比的静止光团 白昊兄弟 你你只需 向里面融入一滴鲜血 然后这静止 我就自己打进自己体内 就可以了巨鬼王小心地说道 白小纯扫了眼那静止光团 迟疑了一下 若非万不得已 他也不想与三大家族交易 毕竟这交易的结果很难预料 且自己的危险 也少不了多少 而若是能有这种防止 巨鬼王修为恢复后报复的静止 那么自己倒真的 可以去拼一次 失败也就罢了 自己扔了巨鬼王就逃 可一旦成功了 白小纯想到这里 顿时心动 可眼睛却是再度狠狠蹬起 老家伙 到了这个时候 你居然还敢耍心机 白小纯怒道 我没有 真的没有 白昊兄弟 你要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骗你 巨鬼王顿时急了 他说的是实话 到了这个时候 他已经没心思去欺骗白小纯了 也不敢去欺骗 一旦败露 他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胡说 白小纯气势汹汹 大吼一声 真的没有我发誓 巨鬼王被逼的 开始发誓 白小纯仔细地看着巨鬼王 觉得对方表现得似乎很真诚的样子 可他还是觉得不放心 冷哼一声 右手一拍储物袋 小乌龟 给我死出来 储物袋那毫无反应你奶奶的 小乌龟我警告你 这一次因为你才惹的麻烦 你要是不出来 以后我们恩断义绝 再有什么事情 你别来找我 白小纯生气到 他话语一出 储物袋动了一下 小乌龟的头伸了出来 有些尴尬 甚至还首次地出现讨好的表情 白小子别生气啊 那个我也没想到 会这样 小乌龟眨了眨眼 眼看白小纯一把抓来 他迟疑之后没敢闪躲 任凭白小纯抓着他的头 拎了出来 少废话 给我看看这静止 有没有问题 白小纯哼了一声 将小乌龟放在了 巨鬼王的双手面前 巨鬼王看了眼小乌龟 内心也恨 他眼下已经明白了 白后之所以看出自己的身份 就是因着小乌龟 小乌龟知道这件事因自己而起 且白小纯是真的生气了 眼下生死危机 他马虎不得 于是打起精神 双眼露出奇盲 仔细地看着巨鬼王双手中的 静止光团 看着看着 小乌龟眼睛就睁大了 伸长了脖子到吸口气 这静止真够毒的啊 白小子 这静止可以烙印 这玩意太歹毒了 这是生命共存的静止 你死了 这巨鬼王就死了 可他死了 你却没事 巨鬼王低头内心苦涩 暗叹一声 为了度过这一劫 他是真的没有动手脚 这静止原本是他打算平乱之后 给那些叛变者吓的 可眼下 却成为了自己给自己吓 虽这静止也不是不可解开 但就算是他恢复了修为 也至少需要数年的时间才可 我告诉你老家伙 你也看出了我的手段很多 天然老祖我都能让他重伤逃走 你藏得在身 我这小乌龟也能看出究竟 这些只是我众多手段的一丁点而已 就算你修为恢复后 将我弄得不生不死 可我也有办法 直接咽气 你若害我 我们就一起死 白小淳听到小乌龟的话语 狠狠一咬牙 威胁道 我不害你 你也别害我 我保护你一个月 你给我天然魂 这件事情 就算这么过去了 聚鬼王尘默不语 半晌后 抬头看向白小淳 沉声开口 本王一声 众落 说出的话 不会反悔 不管前因如何 只要你白昊能保护我一个月 本王修为恢复后 绝不会对你 采取任何手段 以此来避开禁止 所以你大可放心 白小淳深深地看了巨鬼王一眼 陈寅少请后 取出巨鬼王的储物袋 以及红色长枪等物 巨鬼王 咱俩竟然这样了 你赶紧把这储物袋 以及法宝上的印记抹去 换成我的 这样说不定我们逃走的可能性就更大 白小淳立刻开口 储物袋里 都是一些杂物 还有就是 我个人的喜好之物 且就算是我抹去印记 我的法器你也烙印不上 这些法器飞天人不可用巨鬼王迟疑了一下 可一看白小淳又开始瞪眼了 不由暗叹一声 他倒是没有说假话 可眼看白小淳不信 他也没办法 此刻虽微跌落 同样无法操控法宝 但将印记抹去 还是可以做到的 很快的 他就将所有物品的印记一一抹去后 白小淳激动地打开储物袋 看了一眼后 不经心惊 这里面装着无数的魂药 还有很多奇珍异宝 这些奇珍异宝 并非法器 而是一些凡人才会喜欢的璀璨珍宝 这些是杂物 白小淳抿了名嘴唇 虽然奇怪 这具鬼王怎么会喜欢这些玩物 可很快的目光就落在了那红色长枪上 一把拿起 感受着此枪上散发出的 让他不寒而栗的气息 白小淳想要烙印自己的神识 可的确如巨鬼王所说 根本就无法融入 其他物品也都如此 白小淳无奈之下 重新收起 又打量了巨鬼王几眼 这才狠狠地点了点头 与巨鬼王达成约定 巨鬼王内心松了口气 赶紧开口 提出要让白小淳带他去石归 可白小淳迟疑了一下 觉得此事不稳妥 先不说三大家族 必定重点封锁魔牢区域 自己去了 成功的可能性太小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二人的约定 如今刚刚开始 白小淳虽同意 可心中也没底 一旦让巨鬼王这么快掌握主动 白小淳不放心 逃跑这件事 我比你有经验 我这些年 别都不敢说 逃跑的次数多了 白小淳傲然开口 扯着巨鬼王直奔远处而去 你巨鬼王有些不愿 正要开口时 白小淳不耐地 再次拍了下巨鬼王的脑袋 闭嘴 是你保护我 还是我保护你 白小淳逆了巨鬼王一眼 这种欺负一个半神强者的感觉 他开始还觉得刺激 眼下似乎也都习惯了 一晃之下 直奔远处 巨鬼王咬牙 可却没办法 只能在那里憋屈 白小淳没理会巨鬼王 他知道 想要离开巨鬼城 难度太大 此刻怕是三大家族 以及更多的人 都在搜寻自己 怕是用不了多久就找来了 没办法 只能去陆室友所说的那些传送阵了 希望能尽快找到那个传送十万里的阵法 这样的话 一旦逃出十万里外 就安全很多 白小淳打定主意 脑海里浮现当初陆室友所说的那些阵法所在的方位 脚步加速 直奔距离这里最近的一处 飞驰而去 不多时 就带着憋屈的巨鬼王 到了一处坍塌的阁楼后院内 在巨鬼王的好奇下 白小淳四下打量一番 确定就是此地后 他又脚猛地抬起 向着大地狠狠一塌 轰的一声 这大的就崩溃开来 露出一道道裂缝的同时 白小淳又手猛地按向其中一道裂缝 修为散出后 这四周居然在眨眼间 就出现了传送光芒 这巨鬼王双目猛地收缩 露出奇异之芒 瞬间 传送阵就轰然运转 白小淳以及巨鬼王的身影 眨眼的功夫就消失了 几乎在他们消失不久 立刻就有十多道长虹 从远处呼啸而来 看到这里的传送阵后 众人都面色一变 而传送阵在完成传送后 已自行崩溃 更是让他们神情难看至极 与此同时 在这巨鬼城内的另一处区域 这里是一处民宅 此刻微弱的光芒一闪 白小淳与巨鬼王的身影 就闪烁而出 白小淳这里有些恼火 他虽知道很多阵法 可却不知道 哪一个才是传送十万里外的那座 只能一一寻找尝试一番 他虽如此 可巨鬼王却吸了口气 心神很是震动 刚要开口问询 可却眼珠子都要冒出 看到白小淳那里 居然再次一拳轰在地面上 瞬间 传送阵的光芒又一次爆发 转眼的功夫 二人身影再次消失 而此刻 整个巨鬼城内 早已一片大乱 整个城池直接就被封锁 甚至在城外 都安排了不少的魂修 一旦白小淳从任何地方飞出 都会立刻被围攻 封锁了外部后 更多的人马 开始在这城池内搜寻 尤其是白小淳之前离开的区域 更是陈家的天然老祖亲自现身 开始寻找 只不过 此地半神魂的崩溃 干扰了虚无 使得整个巨鬼城气息混乱 天然修为的神识 也都无法展开太远 否则的话 想要找到白小淳 会更容易一些 可眼下 只能密集地搜寻起来 除了陈家老祖外 还有蔡家的老祖 追着白家老祖 到了白家城后 这才目光闪动 转身回归 直奔巨鬼城 加入到了搜寻之中 此刻的巨鬼城 还有两个天然强者 正是幽明宫与吴长宫 幽明宫想要去搜寻 可知道了巨鬼王本尊 与白浩在一起后 幽明宫立刻就有了决断 眼下搜寻 有其他人马 不需要他继续参与 而他的任务就是 不可让吴长宫找到白浩 否则的话 一旦这吴长宫 出现在了巨鬼王本尊面前 带着巨鬼王陶盾 其他人想要阻拦 就更麻烦 于是这幽明宫 果断出手 与吴长宫斗法厮杀 不去生死战 而是死死地盯紧限制 吴长宫知道对方的心思 内心暗叹一声 明白自己无论如何 也无法冲出 只能听天由命 如此一来 城池内追寻 白小纯踪迹的天人 就只有两位 再就是六大天侯 带领各自军团 以及三大家族的祖老 以及族人 弥漫整个巨鬼城 地毯式的搜寻 在这众人于巨鬼城内搜寻时 白小纯带着巨鬼王 从一处处传送阵中 现身每一次出现 都是在阵法内 找不到那传送十万里的传送阵 白小纯只能一一尝试 放眼看去 城池给一处处阵法光芒 不断地闪耀 时而东方 时而西方 时而北方 在这整个城池 不断地乱窜 而三大家族的族人 以及六大天侯的军团 也都知道了白小纯 这里传送的事情 一个个虽震惊 在这巨鬼城内 居然有这么多阵法 可无奈之下 咬牙继续追赶 但凡是身边有传送光芒 他们就立刻冲去 不是也不是疑 这里是密阵 不死记 传送阵的光芒 与轰鸣声 陆续回荡 白小纯一个阵 接着一个阵的传送 他手中的巨鬼王 则是目瞪口呆 早已傻眼 可就在这时 白小纯穿梭了一处密阵 强行传送 出现时 在了巨鬼城西方一处 庭院中的刹那 这阵法光芒刚出现 他们的身影也刚刚降临 立刻的 四周就传来呼啸之声 三大家族中的陈家族长 带着骑族内的三个祖老 还有不少陈家族人 正在这四周搜寻 在看到传送之光出现的一瞬 他们没有任何迟疑 急速而来 直接就看到了庭院内 刚刚现身的白小纯 与巨鬼王二人 是白号 通知老祖 众人立刻出手 顿时大量神通术法 还有法宝之物 奇奇轰出 眨眼间就直奔白小纯而去 白小纯面色一变 来不及再次开启阵法 抓着巨鬼王猛的后退 几乎在他后退的瞬间 一声滔天巨响 轰鸣四方 他之前所在的庭院 顿时就出现了一个深坑 四周建筑崩溃爆开 无数碎石四箭中 白小纯速度极快 化作残影 抓着巨鬼王衣 飞冲出 刚一冲出 在他的前方 顿时就有一杆大帆 似要席卷天地般 带着浓浓血物 瞬间而来 直接阻断去路 更是在这血雾中 凝聚出了 足足上万个血色的孩童 每一个孩童 看起来也就是 四五岁的样子 一个个全身血淋淋的 四皮被生生包下 双目露出凄厉之芒 向着白小纯 发出怨毒无比的咆哮 可偏偏在这咆哮中 却夹杂着哭声 叔叔 救救我们叔叔 救命我好痛 叔叔 好痛这些声音 似形成了诡异之音 轰击神魂 这一幕 不但是让白小纯这里 大吃一惊 就连巨鬼王 也都双目收缩 万英谢帆 陈家 竟敢在这巨鬼城内 炼制如此敬武 巨鬼王眼中 露出锐丽之芒 内心也有怒意生气 这万英谢帆 需要用十万个孩童来祭祀 才可炼制 属于是血宝 就算是在蛮荒 因为惨绝人寰有伤天河 也都被列为禁忌 一旦发现 必定中城 可这陈家族长 竟将其炼制出来 且明显的 此番被炼制不久 还无法展开全部威力 可即便如此 那血污内散出的血腥气息 也都浓郁地让人闻一口 就会心神掩靡 白小纯面色变化 看着四周那一个个 被炼成了怨音的身影 这一幕 让白小纯内心刺痛 目中露出杀鸡 这种事情 不管是在什么地方 都是人神共愤 即便这里是蛮荒 可白小纯亲眼看到后 也依旧不忍 杀意弥漫 陈某见过巨鬼王 至于这血翻的事情 就不劳王爷费心了 一个阴冷的声音 从那血污内传出 很快地 就走来一个修长的身影 此人看起来 约莫四十多岁 相貌俊朗 先锋倒鼓 唯独目中的阴冷 可以看出 其性格阴狠毒辣 正是陈家族长 话语间 他右手抬起掐绝一指 立刻这四周血雾翻滚 上万血阴尖笑 直奔白小纯而来 与此同时 四周的陈家族老 以及其他族人 也都全部出手 轰鸣之声 再次惊天动地 白小纯神情一变 掐绝间涌夜伞出现 阻挡中 他身体猛地一步走出 汉山状轰然爆发 一路横冲直撞 杀向陈家族长 滚回卷 陈家族长冷笑 袖子一甩 一身原音修为轰然爆发中 他四周的血雾内 立刻就出现了 三尊紫色的孩童怨身 带着七粒 每一个赫然都散发出 原音修为 直奔白小纯而去 轰鸣之声 再次回荡时 白小纯嘀吼一声 直接将巨鬼王的身体抡起 双眼赤红 身体向前一步走出 速度再次爆发 眼中的一切 立刻就缓慢下来 当他这一步落下后 他直接就出现在了 陈家族长身前三丈万 给我死 白小纯大吼一声 右手握拳 肉身之力 修为之力 在这一刻爆发出来 甚至面具下的眉心中 都出现了一道裂缝 正式通天法眼 漠然展开 天地正晃 陈家族长面色大变 他知道这白号不俗 可却没想到 速度竟也如此惊人 此刻危机关头 他双目一闪 骤然开口 血鹰爆 轰轰轰 四周那些冲向白小纯的血鹰 竟一个个发出痛苦的嘶吼 七七崩溃爆开 形成的冲击凝聚在一起 竟在白小纯的身后 形成了一张血色的大口 向着他的身体 猛的一口吞来 白小纯身上 爆出一股铁血之意 他明白 若不速战速决 自己必定危险 此刻左手涌夜伞抬起 狠狠一阵 顿时这涌夜伞上的四道经纹 刹那间璀璨闪耀 整个伞身 被白小纯直接撑开 化作了一把大伞后 被白小纯一挥之下 伞在身后 阻挡大口 而他的身体 则是闪电一般 直接就追上了陈家族长 去死 白小纯大吼一声 右手直接抬起 碎吼锁 猛然展开 他手中似有犀利 顿时就让陈家族 长面色一变 想要躲避 却来不及 白小纯肉身太强 速度太快 眨眼间 他的碎吼锁两指 就直奔陈家族 长脖子而去 眼看就要落下 陈家族长面色苍白 目中露出无法置信 可就在这时 突然的 远处传来一声 让天地色变得怒吼 滚 身影还在远处 可这声音 却是穿透虚无 直接就在白小纯的脑海里 轰然炸开 白小纯喷出鲜血 右手不由自主地颤了一下 那陈家族长顿时狂喜 高呼老祖的同时 更是抓住机会 向旁猛地避开 可就在他要彻底避开的瞬间 白小纯眼睛赤红 右手依旧落下 虽没有掐住陈家族长的脖子 可却抓住他的右臂 狠狠一拽 咔嚓一声 伴随着凄厉的惨叫 陈家族长的右臂 被白小纯生生抓下 鲜血喷洒中 陈家族长面色惨白 急速倒退 而此刻远处的天地间 一道身影 似从虚无中踏出 直奔白小纯这里 轰鸣而来 那是一个老者 天人修为 正是陈家老祖 白小纯呼吸一致 身体漠然后退 可心中还是有些不甘 那陈家族长恋之血因番 已泯灭了人性 让白小纯这里 内心震动 杀意狂然 此刻后退时 他忽然一拍储物袋 立刻手中就出现了一把 炼灵十四次的大弓 一把拉开 翁声回荡扩散 四百小纯四周 出现了一个黑洞 将这八方气息 随着开弓而吸来 甚至还有一只 同样炼灵十四次的箭矢 也出现在了弓弦上 向着陈家族长 猛地松手 呼啸之声刺破耳膜 那箭矢化作了一条黑龙 咆哮中直奔陈家族长 一箭射出 白小纯头也不回 展开急速 刹那远去 陈家族长惨白的面色 此刻再变 眼看危机 一声冷哼 漠然间从天降临 在这陈家族长的身前 那位陈家的天然老祖 其身影从虚无一步走出 右手抬起 一把就抓住了箭矢 狠狠一捏 轰的一声 箭矢崩溃 那陈家天然老祖 面色阴沉 他方才若是不救陈家族长 有把握瞬间出现在 白小纯面前 可一旦救了 就耽搁了几个呼吸的时间 此刻眼看白小纯逃遁 他眼中杀鸡强烈 可也有忌惮 毕竟这白号 不知展开了什么手段 生生地 让那白家老祖 重创兵死 他不想不白家老祖后尘 此刻目光闪动 骤然追击 双手掐绝时 他四周出现数个漆黑的穿着铠甲的鬼影 每一个鬼影都散发出原因大圆满的波动 直奔白小纯而去 阴暴之声旱天而起 陈家天然老祖 在那数个穿着黑色铠甲的原因大圆满的鬼影之后 脉步追击 若非是忌惮白小纯那里 或许还存在了能威胁天人的手段 陈家老祖必定亲自靠近 一举将白小纯抓获 可他不敢赌白家老祖的悲惨 就在眼前 且他很明白 白家老祖若是之前反应慢了一些 没有立刻回归白家城 那么这个绝世良机 自己与蔡家老祖 必定把握 就算不会灭了白家 可也会让那白家老祖 分出足够的利益出来 想到这里 他就更不敢赌了 目中闪动寒芒 掐绝间 他四周那些穿着黑色铠甲的鬼影 速度全部暴增 距离前方白小纯 越来越近 白小纯此刻头皮发麻 心跳持续加快 眼看身后那些黑色鬼影急速而来 他顿时紧张无比 就连被他拎在手中的巨鬼王 也都面色急速变化 有种不妙之感 我让你去实归 你不去 你巨鬼王着急之下 不由地说了一句 闭嘴 白小纯毫不客气的大吼一声 没理会巨鬼王 身体一晃之下 避开身后 传来的术法神通 轰鸣中 他身体速度再次爆发 一步走出 眨眼间 就如跨越虚无般 出现在了一处胡同里 刚一进来 白小纯目光快速扫过四周 没有半点停留 直接撞开了一面墙后 出现在了一处庭院内 这庭院显然是大户人家所有 白小纯刚一踏入 立刻旗内就传来阵阵尖叫 很多仆从之人 纷纷惊恐地看着白小纯 赶紧后退 白小纯气息急促 向前一步走出 出现在了这庭院内的一处池塘上 向着下方池塘水面 狠狠地一掌落下 声响传出时 立刻这四周 就有阵法光芒漠然闪耀 与此同时 不远处的天空上 那些黑色铠甲的鬼影 也都带着煞意 轰鸣而来 幻化神通 直接降临池塘 整个池塘骤然崩溃 无数水珠四溅中 白小纯的身影 却消失无踪 与此同时 在距离这池塘 约莫三千多丈范围的 一片废墟中 此刻传送光芒闪耀 白小纯与巨鬼王的身影 猛地幻化出来 该死 怎么还不是那十万里传送阵啊 白小纯有些着急了 正要继续传送 可就在这时 一声嘀吼 从天空突然传来 那陈家天人 罗伊出现 他之前就看到 白小纯利用一些 他不知道的传送阵逃遁 避开了他的那些 铠甲鬼影的追杀 那些传送阵 让这陈家老祖也都心惊 隐隐觉得不妙 此刻也顾不得太多 目中露出煞气 右手抬起 向着白小纯所在之地 狠狠地一掌落下 轰鸣间 半空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掌印 直奔白小船而去 这是 小纯利用一掌印